美食的社会 情维病师 美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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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来讲 作为一个企业家 当然有一个使命 跟传统方式有点不一样 这个使命本身 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在于提高这个业界的这个standard 其实我不妨直说来 就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不好的设计的时候 或者说我看到一些business 他们本身用了一些比较不这么好的一些设计的时候 我其实是会为他们默哀一下 在一些lifestyle上面的东西 一些体验上的东西都蛮专注去关注的 就是说在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开始的时候 是我们自己有亲身这样的一些体验过后 然后我们想说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就你会体验到现在很多生意人 他们在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们的可能规划跟策划没有这么的顺利 或者是没有这么的专业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在做生意本身就是一个planning的过程 你看很多这些企业都是经过一些策划 规划才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你一开始没有把这些东西做好的话 其实它要成功的几率更难 更加的挑战更加的大 它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这个东西越来越很小的东西 那你前期不处理 它到后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越来越麻烦的一个东西 所以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过后 我们就打算说 这里是一个缺口 我们想要履行企业家的一个热血的那种使命 所以就把这个设想研设立起来 为什么叫设想研其实也是有一个用意的 因为其实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是需要去构思去设想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不过它效果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起开始的这个名字就是叫设想 那研呢就是说一个研究所的一个概念 这样子来设定在这个名字上 所以设想研就这样子的诞生了 英文就是很直接的就是 think about think about think about 你能到得到这样的东西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think about you plan well 我们曾经帮助过一些初创的企业家 在他们在开始要做这些生意之前 其实很多生意的模式都是很棒的 他们的理念跟他们的想法都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执行能力也很到位 但是他们缺乏了一些比较偏向于视觉上跟定位上的一些专业 比如说一个很明亮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用餐空间 那这种空间呢是一个给你感觉上很快要吃完了就可以走 那整个环境如果是比较昏暗的一个设置呢 它会是一种比较coge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坐在那边聊天 你可以坐在那边享受一下你的一个读优先的时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种就是在室内设计上用了定位的一个效果 但很多时候在一些企业就没有发现到这些重点 所以他的顾客明明其实应该是他给我电视那些 要在他的店里面快点吃快点走的 那他把灯光设置得比较昏暗的时候 会导致那些顾客不会这么快翻台 就翻台率就下降 他的企业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这是一个很直接很直观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会帮他做好一些品牌的定位 这些定位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可以帮助到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些发展里面呢 去更清楚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这决定 像他们讲话的方式或者说他写content的一个方式 都会开始产生变化 而写的content产生变化呢 就会吸引到你的目标群体 像是蛮多企业在一开始缺乏的一个点 其实我们涉及的服务对象呢 蛮广的 其实甚至是商业本身也很广 但我们再更细的去细分出来 我们专注的去做的是酒店业 Hotel F&B 就是餐饮业 还有一些Retail 就是这些比较面向一些很直接 对接到他们的这个end user 他们的客户的一些企业 像学校啊 办公室这些商业空间 当然我们也有接触过 但是不是我们的主打 也不是我们的专注的一个点 每个节目都开始出发了一个小小的思考 每个节目都开始出发了一个小小的思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